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发表的研究报告继日指出,今年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,全球半导体市场营收表现由于预期,部分终端市场已经改善,因此微幅调高了今年及明年半导体市场的营收预估。 WSTS预期2023年,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同比减少9.4%至5201.26亿美元,高于此前预估的5150.95亿美元。 2024年营收将达5883.64亿美元,高于原先预估的5759.97亿美元,年增13.1%。 具体来说,预计在功率半导体需求的推升下,今年分立式半导体营收有往同比增长5.8%,光电子营收将同比减少3%,感测器营收将同比减少10.9%,其他集成电路营收将同比减少8.9%。 从各区域表现来看,WSTS预期,今年只有欧洲市场会同比成长,增幅将大约5.9%,每周市场将同比减少6.1%,日本将同比减少2%,亚太地区将同比减少14.4%。 WSTS预计,2024年,全球半导体市场渴望复苏,营收将强劲成长13.1%,达5883.64亿美元,包括分立式半导体、光电子、感测器营收将全面成长各为数百分比, 记忆体晶片营收将同比大涨44.8%,是推升半导体营收成长主要动能。 WSTS表示,2024年,所有市场都有望增长,欧洲及日本市场将分别成长4.3%及4.4%,每周市场将成长22.3%,亚太地区成长12%。 另据CounterPoint数据显示,2023年第三季度,全球PC出货量环比继续增长。 分析师认为,PC市场已经触底,预计未来几个月,出货量将继续保持温和增长。 此外,AIPC正在成为驱动全球PC出货量增长的新动力台积电,对此也持有相同观点。 在此前,业绩说明会上台积电也指出,智慧型手机、PC等下游终端需求已经齐稳,AI半导体需求仍在放大。 从整个半导体行业来看,自2021年12月,半导体销售额达到峰值以来,此轮下行周期已持续较长时间。 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充分调整后,在2023年第三季度,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及大厂财务指标均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。 半导体景气回升或已接近破晓时分。 面对半导体景气动向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日前的法说会上表示,虽然现阶段还是有客户进行库存调整,不过因半导体库存水准已接近2021年第四季水位,他认为半导体景气似乎已触底,除了指出AI需求持续强劲,智慧型手机和个人电脑需求也在回升。 至于工业和车用,电子市场受益于长期发展势头,在经历短暂的库存调整之后,明年需求也将会相当强劲。 不过外资投行摩根士丹利,大摩证券最新报告指出,由于部分成本未纳入计算,定价太保守,折旧加快等因素,台积电明年一季度毛利率恐将跌至49.5%, 比市场预期的52.2%低约3个百分点,也不如今年第四季度预期的约53%,不过,大摩仍肯定台积电将受益于AI趋势、产业周期复苏及技术领先等三大优势。 大摩半导体产业分析师詹佳宏指出,由于今年下半年,三奈米毛利率稀释趋势,台积电可能没有考察部分成本,如化学品及电力成本上涨,或对三奈米晶圆定价过于保守。 大摩的模型最初假设每片晶圆2.3万美元,但像对苹果这样的大客户,实际定价可能降至2万美元。 詹佳宏指出,英特尔的3奈米代工业务不会如外界报道那样快速增长,且苹果iPhone采用2奈米制程可能会在2026年,而不是2025年。 詹佳宏认为,台积电在明年1月,法说会发表毛利率展望,将使股价短期面临压力。 台积电在10月法说会上定调,因应市场短期不确定性,公司投资保持谨慎。 今年资本支出维持近320亿美元水准,以适当紧缩。 台积电财务长黄仁昭重申,台积电每年资本支出规划,均以客户未来数年需求及增长为考虑。 他指出,为应对短期不确定因素,台积电适度紧缩资本支出规划。 黄仁昭指出,今年资本支出约70%用在先进制程技术,20%用在成熟和特殊制程技术,10%用在先进封装测试和光照眼磨生产等。 另一方面,全球半导体设备技术领导厂商ASML在此前的财报中也预告。 2024年将是过度的一年,预期2024营收将与2023年相近,半导体产业正经历周期底部,因而保守看待。 依据台积电统计,今年第三季美元资本支出约71亿美元,较第二季81.7亿美元,首季99.4亿美元,持续下滑。 累计前三季资本支出252.1亿美元,若今年资本支出达到320亿美元低标,换算本季资本支出将降至67.9亿美元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消息,市场传出,台积电因部分制程机台设备可共享,加上部分地盐预算将在今年动用,明年资本支出可能降为28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,较今年下滑6.3%至12.5%,恐下碳近四年来低点。 由此,也将导致降低对于半导体设备的下单量。 业内人士认为,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若低于今年,将影响鸿康、加登、翻轩、汉堂等设备合作厂订单。 不过,外界预期,即便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不再急速攀升,研发投资仍会持续增长,冲刺先进制程技术。 业界人士透露,台积电明年先进制程研发投资将持续成长。 不过,预期部分3奈米先进制程设备机台约80%可和5奈米与7奈米共享。 随着7奈米产能利用率在季节过渡阶段,预期明年资本支出重点在3奈米与2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与光照投资,成熟制程方面,则会拉升特殊制程比重与先进封装的部分设备改机等。 预计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若低于今年,其二线协力设备厂恐面临必须勒紧裤带的状况,至于一线关键合作伙伴也势必面对产业周期调整。 对于明年资本支出恐嚇今年缩水的传闻,台积电在12月上学回应称,有关明年度资本支出相关资讯将以2024年1月法说会公布内容为准。 外界预期,即便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不再急速冲高,研发投资仍会持续成长,冲刺先进制程技术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